南震 我妹妹的涂料加工厂 现在刚办起来 那是缺人手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到我妹妹的涂料加工厂 贾强 谢谢你对我的好意 真的非常感谢 但是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 再给我的丈夫添麻烦了 你说这件事 我妹妹的涂料加工厂 不是外资企业 不会有人跟你拍照片的 即便是有 那也是正面的宣传 你大可以放心 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坦诚 我想要问一个 比较冒昧的问题 你今年多大岁数 三十二三 这才是生命刚刚 过了不到一半的年龄 难道你就心甘情愿地 做一个现代的陪葬品 没有了理想 没有了希望 对不起 再见 你说什么 先前组就要驻港了 我这里是半点事都不能出 那你总不能 让我在家待一辈子吧 什么也别想了 记住 不能给驻港部队抹黑 要吸取上次的教训 我不希望再捅住什么娄子来 家强 我想接受你那份工作 根据先前组人员的配置情况 指挥部决定 你负责先前组的工程组和通讯组的工作 石涛做你的助手 任工程组和通讯组副组长 工程组和通讯组进驻昂山州军营 苏秦随你们两组行动 高飞调指挥部工作 常凯平担任你的联合官 明天他跟布司令去天马舰英军总部会见邓首人 然后回昂山州 明白 你要打交道的 是英军黑鹰部兵团的团长毛润斯上下 有关他的情况 一会儿廖参谋会给你所介绍 英军黑鹰部兵团 是英军部队的主力 有关资料 廖参谋一定会点译 老何 入港时间在即 工程组和通讯组的任务非常重 部队入港以后 能否按照预期计划接管防务 很大一部分就取决于这两组的工作情况 这一点 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 是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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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我想让大家重温 1842年8月29日 在英国军舰高兰号上所发生的那一幕 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同志们 条约的第一款就是割让香港啊 南京条约的签订 香港的割让 是中国军人的耻辱 恩格斯 在英人对华新远征这本书里写道 如果英军到处受到中国军人应用的抵抗 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同志们 从这里开始的那段取辱的民族史 今天我们就要去改想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 第一批身着军装踏上香港土地的中国军人 我想我们最应该听的就是这些为了抵抗侵略 而为国捐躯的先人们曾经发出的怒吼 曾经不屈的呐喊 曾经绝望的悲哭 并且牢牢地将这些怒吼 呐喊和悲哭 铭记于心 让我们在接受祖国给予我们的这份光荣时 能时刻想起我们建议这种什么样的使命 能时刻记住我们将要创造的 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 同志们 这段历史 将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展开 也许它不需要我们付出鲜血和生命 但是它却需要我们付出中国军人的智慧 良知和激情 我们即将面对的 是一个比有形战争更艰巨的任务 祖国不允许我们失败 人民不允许我们退却 还有那些曾经在这里抛洒热血的先辈们 他们更不会允许我们有丝毫的畏惧和慌张 同志们 强大的祖国站在我们的身后 我们除了自信地去工作 没有别的选择 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一国两制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 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我们作为这一构想的执行者 从踏上香港的那一刻起 我们每迈出一步 都是在给历史写下新的一笔 新冨浪跃 既然你也感觉不上 是像泥匧 Vai脱 假製你很 idiえ 都是了 quez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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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 zeggen 现在这个 kole往 Luke 你直到这个局 I know what you mean but according to agreement you are about to leave and go back to Scotland within 70 days and you will have more than enough time to enjoy the fresh air from the proud ancestors I'm really going to miss this place I'm not a politician I'm not interested in the high stakes of the gaming table So what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PLA men have ever set foot on this country I'm interested in seeing what they look like to have such an honor 尊敬的劳伦斯上校尊敬的黑英部兵堂官兵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前前组何志远上校 Honorable Colonel Hertie Yeun I'm Colonel David Lawrence, commander of this barrack On behalf of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I welcome you to Hong Kong I wish you a happy stay here as the guests of Hong Kong of all its citizens and of the British soldiers Please enjoy the beautiful sunshine,beaches,forest and clean air And let us thank God for his generosity However,please remember to protect and take care of all this There are already rumors about your army And I sincerely hope they are only rumors Most of all,you will abide by the laws of Hong Kong And prov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at you are a dependable army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我仅以中国军隊的名义 感谢你們的欢迎 中國人民解放军 是人民的軍隊 它在过去的歷史中已經證明了 它是受到人民擁護和愛戴的 它的最重要的使命 是保护中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 保护中國的領土完整 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 将来仍然如此 祝你们在香港最后的 七十天时间里 过得愉快 并在你们一生的经历中 留下美好的记忆